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赵云 今天是2020年的3月26号 那么我们今天呢 做直播是用语音的形式 发表一个国内两位记者 一位叫曹新华 一位叫FK廖军 他们是国内很大的国家媒体的记者 调查了贺国强家族的腐败问题 那下面呢 我就用语音把这篇文章给大家读一读 标题是 山东如意 为贺国强家族欠600亿 中国LV面临破产 山东几宁政府呈背国侠 贺国强老命如意副总孙伟英 跑路美国躲藏 全国人大代表邱雅夫在运作潜逃吗 2020年3月23号 下面是证文 中国的权贵家族近30年来 利用特权垄断 权力寻租 官商勾结 积累了天量的财富 特别是近10年来 利用国际收购一带一路等方式 将资产转移出海 成了国际金融资本市场的胜利军 他们跟摩根斯坦利 高盛 瑞士 信贷等 为代表的国际金融巨额 早就铺开了大网 张开雪盆大口 把中国人民 血汗创造的财富 变成自己的私财 我们就以贺沟强家族的白手套 号称中国LV 山东如意为例 几位记者 在以下的文字当中 剖析了这个现象 一 如意集团的600亿债务现象 截止到2019年底 其财务显示 债务余额为385亿元 切亚夫和贺国强在几宁就发展的小秘 孙卫英副总通过隐蔽 复杂的国际国内融资 关联交易 财务造假 以及在国际上 因违背切约造成的债务 高达200亿元人民币以上 二 因如意集团没有兑现收购和还款承诺 被以色列巴基尔和巴雷亚 瑞士的巴雷亚 日本的瑞纳等分别索要1000万美元 6亿美元和53亿日元的等尾款 另算违约金 国内欠款更是无法统计清楚 现被执行金额已达数十亿元 三 如意旗下的巴基斯坦能源项目 因偷税罚款12亿卢比 当然 作为一带一路项目 之前的节目 其他的记者已经介绍了 贺国强四地和买 卖不了的如意集团 开电厂 总投资18亿美元 存利润应在4亿美元以上 如意之所以去收购巴雷亚 莱卡 本职就是贺国强的儿子 贺锦涛 贺锦雷 以及贺国强的四弟 贺锡强 小利明目 借船出海 洗钱捞钱 大二 自中国的LV的如意集团 在海外是如何被剪羊毛的 我们就以如意最引以为豪的法国 SMCP为例 将国际金融 商务律师和工业 商业巨头 充分利用国际金融市场的规则 通过资本市场的纵横 对其围猎来进行分析 2016年3月 如意集团以13亿欧元收购了SMCP 四年上市后套现2.6亿欧元 耐人寻味的是 切雅夫在10月中旬到巴黎洽谈融资事宜 12月初SMCP 股价暴跌25% 今年CEO丹尼尔辞任了香港力帮的非执行董事 现在切雅夫在四年前投入的SMCP的10亿欧元 按其限值为1.3亿欧元 仅就这点 连在山东横峰银行贷款的56亿利息都不够了 还利息都不够了 这一系列诡异的现象的背后 是坚守自盗还是里应外合 大家都可以浮相连篇了 另外一个被学习的是 切雅夫在2018年4月 以22亿港元控股香港力帮 限仅值2亿港元 这笔投资的背后有一种 有一个神秘的人物 执行董事何卓贤 据说与贺国强有着天然的神秘关系 这可能需要 大陆特别是山东 吉宗吉宁市 进一步的调查 把潜逃在美国的立邦CEO 孙月英 找回来 所有答案就迎刃而解了 切雅夫通过 开始谢幕了 如意面临全线崩溃 不如意的境况 根据锦宁市公安局外事处干警说 丘亚夫家人持国外身份证件 部分已在去年开始移居加拿大 欧洲 澳洲 等地 丘也在澳洲 美国等地 多处 治国内资产 制定 逃跑 计划 三 山东 吉宁市政府 为何甘心被中国LV如意 绑架成背锅侠 市政府马上就无法开支运转了 既然 如意集团已经资不抵债 吉宁市政府 不从战略重组出发 却理理听从 贺国强 贺西强 贺锦涛 贺锦雷 扩胡 贺锦涛 贺锦雷 在 2019年先后 在北京某四合院 坐井观天 接受审查 却理理听令于 贺国强 贺西强 贺锦涛 贺锦雷的命令 从重金相助 四五亿美元 呈现巨大的风险 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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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井宁城头 积有135亿 债券到期 兑现金额 居山东省首位 其财政收入 上部足以三保 扩胡 保民生 保工资 保运转 为何 为何捉襟 贺锦涛 之时 公元公司 都要靠贷款的 吉宁市政府 能被 如意 比赫 丘亚夫 和贺国强 加 两倍 人绑架呢 这就不能不说 吉宁市 出产的 两名 高级干部 盗国贼 贺国强 还有 宁夏的 崔波 切亚夫作为他们的白手套和钱袋子 肩负贷款和洗钱的重任 但是在北京调去的 任银川市委书记的江志刚任职后 情况发生了逆转 他们根本不配合 贺摧吸血银川百姓财政金融 就是这个新任的市委书记 北京调去的江志刚 不理贺家这个茬 银川要求切亚夫所领导的如意 归还银川市政府贷款的120多亿人币 明明是应该山东发达地区 给西部地区贷款 做金融支持 但是就因为有贺国强 做后台经济支持 却成了反向运作 多位记者在此特别提醒 海外追逃办 要紧盯瑞士信贷 贺家持有的收购 莱卡项目的4亿美元 这笔款 是如意集团在巴基斯坦电厂项目的利润所多 作为几宁市政府 要控制住切亚夫把这笔钱追回来 才能减少损失 不要让830万几宁人 背负6000元的孽债 而成为千古罪人 就是每个人6000 最近记者发现 一份生效的刑事判决书里 事实清楚 政绩确凿 是切亚夫贿赂三东省副省长 即将齐的500万 结果是因为切亚夫 是全国人大代表 在贺国强的指挥下 再给中纪委办案主管 送了2500万现金 就可以免去贿赂之刑事 罪 如此人民代表 在原中纪委书记的帮助下 十八大后不收手 一起到国却安然无恙 如集团 主管法律事务的负责人 帮助山东贿赂原高院副院长 刘元成的110万 也被视而不见 原因也是 贺口强给山东省委副书记电话 副书记出面 请济宁市纪委书记 吃了一顿满汉全席 结果济宁市纪委 也就不了了之了 最近我们将围绕如一百亿贷款 所引发的 济宁和银川的三条人命大案 切尔夫和他的女相好们 数十亿元的财富 如何分布世界各地 如一集团财务总监孙文英 如何潜逃美国 如集团某顾问 如何利用法院 倒走五千七百万 济宁市公安局 县政治部主任李青春 如何收受巨额贿赂 把如意的债权人债务员 全都以诈骗犯的名义 抓进济宁市看守所的更精彩报道 请大家拭目以待 谢谢